让书赢下使得明白 你又想看我变戏法了 对啊 上次你变的戏法 让一个价值几个亿的公司 瞬间倒闭 那好 今天我就让书赢下 看看我的能力 不会吧 价值几个亿的公司 宾可可以让他瞬间倒闭 对啊 手段也太牛逼了吧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什么本事 说用下 不用跟我随便 一会我变完 你就会对我五体投地 不再质疑我的能力 变变 我们都想看看天豪的后勤主管 有多大的能力 老公 你最帅了 这次来个狠的 找个十个亿的公司 搞倒闭 玩玩 嗯 就找十个亿的 剩下 一会儿把眼睛睁好了 别眨 下面的场面 是你这辈子 都没有见过的 你们 谁有名片啊 十亿的 我只要十亿老板 我才有一个 嗯 这个老板平时做床上用品 狂的狠 谁都瞧不起 哦 那这样 我们一会儿不再让他破产 还让他跳楼 哼 我看看你到底耍什么花招 你给我等着 大 大兵 这个老板可厉害了 他上面有人 这人好端端的 怎么能跳楼啊 你等着 一会儿我打几个电话 估计 不到十分钟 他就会过来 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 跳楼 喂 我看你到底多有本事 苏赢夏 看看我老公 怎么变戏法的 扶好你的下巴 一会儿下巴掉在地上 可捡不回来 喂 助理吗 给一个背负上老板 下一个订单 订单的数额 一百亿 这搞什么呗呀 这不是说让你跳楼吗 别人出钱了 就是啊 兵哥在这玩什么套路啊 这个家伙 到底玩什么花样 老公 你这样太狠了 估计这个厂子的老板啊 不光他自己得跳楼 他全家都得跳楼啊 玩儿 就玩儿点狠的 四分下 现在就让你看看我是什么实力 现在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掌控松死 到底看看你玩什么花样 不过 别玩漏了 喂 主管单字下好了 那个老小子 对我是千分万现的 还说要给我回扣的 估计自己这么死都不知道 好 那就进行下一步 现在竖起耳朵 听好我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全程收购被子的原料 价格给我出到十倍 是 哎呦妈呀 这是什么套路啊 十倍的价格 何几百亿又出去了 哎呀 老公 你太帅了 你这把原料都收够了 那那个老板 他就交不了货了 到时候呀 他就得赔个几十亿的违约金 老公 你这浮体抽薪玩的溜啊 我相信用不到五分钟 那个富豪就会跪在我面前 你太厉害了 这些钱你从哪里出 用天豪集团的万亿后勤资机吗 你太规略了 用公家的钱玩自己的套路 你好厉害呀 不能小看你 你都知道千豪集团有万亿的后勤之金 老公 估计他哪个相好是你的手下吧 这事儿肯定是在床上跟他说的 嗯 不可能 我的手下 哪一个不是一丸后好 怎么可能砍上他呢 你说的也对 就他这长相 倒给钱 估计都没人要吧 哈哈哈哈 天豪集团为了造福百姓 才特批了这万亿后勤资机 这些钱都是为了贫苦和受灾的人准备的 你却拿着当自己的小金库 你知道的还不少呢 怎么 这钱是你批的 没错 你猜对了 这些钱就是我苏银夏特批的 你还在这里给我装 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来人 魔术看完了 继续给我塞饼 大娘我给你两千行了吧 我还有事呢 这次就便宜你了 没有耽误半小时 董事长电话没人接 不会是出事了吧 你是天后集团 后天部主管吗 我是背负长老板 求求你 取消订单吧 我给你送钱 你却不要 实在不好意思 接到你的订单 视频上 所有的材料 都被谁面前收走了 这可怨不得我呀 求求你 求求你 学校订单吧 给我滚 我老公这么抬起你 你竟然不做 实在不好意思 你只要学校订单 我给你五个亿 本亿给他 美修金 需要几十个亿 我 我实在费付不起 快吃 大兵 你给我等着 过不了一会儿 这报应就来了 那我不管 签完的合同必须执行 不然 就只能赔钱 你帮我卖了 我也赔不起 实在不行 我会跳楼的 哎呀 八爷 还真要闯楼啊 就是 哎呦 跳楼 好啊 你跳楼 我就不追究了 不 我不说 那你就全家死了 你太过分了 天豪集团眼睛瞎了 让你做主管 我告诉你孙雲夏 你不要嚣张 等我处理完它 一千张饼 我亲自喂你 大兵 你不要后悔 现在松手还来得及 要不然 一会儿我助理到了 你就死定了 哈哈 服务员 也有助理啊 哈哈 哎呀 笑啊 有你哭的时候 你个垃圾 老公 从一开始见面 他就给我装逼 他还说 他是奢侈品店的会员 你知道那个店 要充值多少钱 才能当会员吗 一个亿 哎呀 老婆 人穷惯了 总喜欢幻想 总以为他幻想的东西 就是真的 求求求你了 放过我 放过我前脚 求求你了 滚 你个废物点心 还不快从这里 给我跳下去 只有我跳楼 你能放过我前脚吗 你跳下去 我就放过你前脚 正好 这里是十八层 赶快跳 哎呦 哎呦 他不会真的跳楼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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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现在你跳了 嘘 跳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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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太要私逼了 我以后就跟你混吧 好啊 给我当条狗吧 好啊 哎呦 学生狗叫我天天 呀 那那呀 你还有没有追念 说一下你懂个屁呀 你这样的给丁哥当过都没资格 现在钱最重要 我们是同学 曾经共同有过美好时光的同学 到底是什么让你变成这样 是钱和地位 这个世界上 本来就不公平 钱和地位 让人有了阶级和阶场 有钱有地位的人 可以成为这个最顶端的那一个 可以掌控人的生死 不公平 都没想到 是